以色列伊朗衝突升溫 不僅牽動中東局勢 還連帶影響航空業 新加坡航空十五號宣布 歐洲航點即日起到二十八號 暫停收貨 如果說有陸續有其他的航空公司 也加入停止收貨的這個行列的話 那麼我們台灣的這個長榮航空 以及華航 他是有機會 可以得到比較多的轉單的效益 國際航空能收貨多少轉單效益 還要觀察 但台灣非歐洲空運航線 除了國際航空外 還有新加坡 馬來西亞 泰國 和歐洲級航空 若更多外籍航空宣布 跟進不收貨 轉單效益渴望更大 但恐怕讓運價繼續攀升 半週運費 台灣非美西 每公斤約兩百三十五到兩百五十元 非美東約兩百六十到兩百八十元 州漲約十到十五元 非歐洲每公斤約一百七到一百八十元 州漲五到十元 若更多航空不收貨 這個漲幅恐怕不止這樣 空運受影響 業界也擔憂 海運貨輪業者影響也擴大 紅海危機去年就開始以新加坡到荷蘭為例 落走歐亞最短航線蘇伊士運河約八千四百四十海里 但為了避開風險區域 許多業者改繞南非好望角 至少多十天以上航程 燃料費 保險和船員薪資成本大增 也讓運費攀升 但分析師說 目前紅海危機沒有持續擴大 運費也漸漸穩定 持續密切觀察 靜新新聞 連心理方子成本 立刻下載靜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